老话二十句,十分聪明用七分,留下三分传子孙,老话,俗语是老祖宗,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,其中凝结着无数仙人的做人智慧与处事之道,值得我们学习一,宁肯给君子提携,不肯和小人同财,不要跟小人有金钱上的瓜葛往来。 一旦与小人在金钱上有联系,他就可能会因钱财卖,那你二自家的肉不香,人家的菜有味,我们总认为别人家的,才是最好的但是一家有一家的难处,一户有一户的心酸,你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三,十分聪明,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,聪明不能用尽人,要学会糊涂,为自己的子孙后代,基伏,如果总是占尽便宜, 那子孙后代的福气就会减少。 四,穷败貌事,无人闻父在深山有远亲,人总有现实俱利的一面有钱好办事没钱是难,乘坐人不能总把钱看得太重,只认钱不认人则配为人物,吃不穷喝不穷算挤不到就受穷,好日子都是精打续算,算出来,得腰产万贯大手大脚,也有做吃山空的一天,花钱容易挣钱难不该花的省钱, 下来日子还很长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用钱。 六,依母养妻儿妻儿男养母,父母对子女都是全身心的付出,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血都掏给儿女,但儿女对父母的爱却有所保留,总是兄弟姊妹间相互攀比。 谁都不肯多付出一分夜离期,亲戚不共财共财断网,来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感情,一旦牵扯上金钱,就会变乱亲戚兼有金钱往来不要紧。 一定要把丑话说,在前头不要把感情牵扯进去,做到金钱是金钱,感情是感情吧,马看牙版人看言行言行,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,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表情,往往是这个人最真实的样子。 九,天无一月雨,人无一事穷风水轮流转,世事皆在变化,终穷人,可能会发家富人也可能会破产,人不论在何时何境,都要有一个积极向上,的心态人穷不可怕,心穷毁一生时,明交双脚跳步交,咪咪笑面可跟直率任性的人交朋友,也不要跟心机深沉的人做朋友人生,本来已经这么艰难, 何必要选择那些假意虚伪的人,相交韧性的人,或许会跟你耍脾气,但心机深沉的人却会给你捅刀子十一,有事自然香,不用大风扬人,要有大出息,就要有真本事,没有真本事真能力,是不可能出人头地,的即使出人头地了也会很快跌落。 长久不了十二,毛毛与大师衣裳,悲悲酒吃垮家当相比于大处,关键处细微知,的才是最值得关注的积少成多,即夜成求如果不重视细节反而会败于细节十三,吃过黄连才知藤田,人只有经历过才能懂得道理听多了,不过是别人的理论,只有自己做过,错过, 感悟过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人生,哲学十四,人到世中迷,就怕没人提当局者迷,做人做事不怕沉迷其中,就怕在沉迷时无以人提点,你给你建议人生路上,我们少不了,要做几回局中人,能听见别人的建议,才是正道十五,虎身有可敬人,独不勘欺人,一旦作恶,就会比凶兽更狠独美个人都有善恶 两部分平时善念占上风,恶念被道德与法律压制,常怀善念关紧恶念的闸门,不要被恶念欲望控制十六,同育者相增同优者相亲,没有永远的朋友利益相同,者总会因利益发生冲突,与分歧时期,一懒交时勤,不勤,也要勤圈子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朋友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进朱者是,进末者黑你朋友的样子,就决定着你的样子十八,有了千贤想万钱当了皇帝想成仙 欲望是止不住的有了房子,还想要大房子,有了车子还想要豪车 人生哪有这么多需求,人人,需要的不过三餐一宿,懂得知足才能有快乐十九,缝着瞎子,不谈光缝着赖子 不谈窗说话是一门艺术,与他人讲话要讲究技巧 说,人不说短打人不打脸与人交谈,也要有情商,不要戳人痛处 有时候你所谓的玩笑,不仅不好笑还伤人二时,爱人看戏何曾见,都是随人说长短眼见为时 最重要,不是亲眼所见不要乱说,背后议论别人不是君子所为 你议论别人就要想道别,人可能也会议论你说话办事 要有主见,不要人云亦云来源如风打架 好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